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Hello 2019年10月3日 各位万米早晨 欢迎来到今天的万米早晨节目 今天肯定会和大家讲一下 今晚我们将会在欧霸中打的一场球 大家留意一下 如果起床看的就比较早 是12点55分就已经开球了 即是叫做早场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看这场球 就要留意了 除了一场球之外 也会说多一件事 我觉得也有点特意 这几天有个盛传 就说艾力尼 即是前祖云达斯的领队艾力尼 就有机会 如果苏塞一查被炒 就预备好 来接手曼联 为何会这样说呢 为何会传出这件事呢 就是因为 原来说他现在在学英文 即是说他已经预备 如果万一 曼联有空缺 他起码可以认识英文 可以预备 说真的 第一件事 据我理解艾力尼学英文 的而且确好像是为了尼英超做领队 但他尼英超是否尼曼联 我认为有很大的问号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这些故事都听了很多次 譬如哥迪奥拿也是学英文 高普好像我记得也有学英文 才来英超 所以 我想大家这些媒体的朋友 就有职可尋 但我记得去年 也有传过斯丹学英文 但斯丹现在结果就回去了 用西班牙文教他的王加玛德里 所以 也是中了 也不关事 但这个传闻又来 再加上 是否真的来曼联 也有很大的疑问 第二 曼联是否真的炒素斯一查 这个也是不知道的 不过 既然全得的话 还有艾力尼这个领队 他现在是放假 没有带球队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也值得讨论少少 为什么这么说 说真的 我也不认为 在现在 这一刻 是苏斯丹学会被人炒 看过曼联的管理层的情况 老实说 无论如何都好 一个领队 除非他做的事 是完全失控 如果不是 给一个球季 正正式式 带领 就算是现今的足球球团 我觉得也是应有的时间 如果一个球季都不给 其实是有点疑惑 但当然 如果他来到 搞到一锅铺 就算了 好了 艾力尼 究竟 我们不如 不要说 他是不是真的有机会 因为这个机会 在这一刻 我看不到 不过 究竟他 吸不吸引 他对不对曼联呢 大家都知道 我觉得Tino 是比较适合的 这个一早已经说了 蘇斯加尚未来已经说了 所以大家记住这件事 但也可以讨论一下 艾力尼 以他的背景来说 其实也是挺吸引 因为他本身来说 原本就是一些 低组比的球队 带领做领队 他有踢球 好像是一个中场球员 但踢球应该 如果我 等一下 我先开了他的Wiki 等一下 其实他没有什么 提起他踢球 我想他足球生涯 也是一般 我猜 这里有说 他踢过的球队 都是一些意大利的球队 不是最顶级的球队 所以他也是一个足球员 但未必是顶级的足球员 但他教球就很厉害 他带了几队球队 不是几队 是一队 就是一队 就是星班 他在薩斯索罗的时候 已经表现得不错 他带领着Talaria 转了他 转了他 我昨天看过 我昨天看过 第一他在薩斯索罗领队 带领着薩斯索罗领队 然后转了Kaliari 令到他们在意甲中 在15年做得最好的一年 当然不是赢了 是最好的一年 也令到他2009年 赢了最佳领队的奖項 然后他去了米兰 然后带领着米兰 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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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说回艾力尼的背景 条件好像相当喜好 坦白说 老实说 也和高普和哥帝奥拿 有点相似 因为哥帝奥拿 在巴塞亚十分出色 在欧联亦十分出色 在高普也是一样 在智神的球场 在当地得甲的权 算是带着了蒙特 而欧联亦十分不错 但艾力尼虽然没有赢过欧联 但其实高普也没赢过欧联 哥迪奥南只是帶領巴塞贏歐聯 帶領巴尼姆尼克也贏不了歐聯 但本身也是一個出色的領隊 打法上來說,其實我自己就不太熟耐力 我就不太知道他的打法是怎樣 不過,如果祖雲達斯來說 都是有少少防返的感覺 感覺上,尤其是歐聯也有少少防返的感覺 既然是這樣,好像很吸引 如果祖雲達斯來萬聯 我還有一件事想和大家分享 我自己覺得 如果,即是我假設 蘇雪莎真的被解僱 我們這個位元兇 究竟是否就這樣請了歐力尼 整件事就可能有機會扭轉呢? 歐力尼是否可以憑著他的經驗 可以帶領萬聯去成功呢? 說真的,如果是這麼簡單就好了 但我覺得有幾件事大家要考慮 或者其實不是我們要考慮 而是球會的高層要考慮 第一,艾力尼未教過英超 但又是那句,高迪奧拉和高普 已經告訴我們 未帶過英超未必是很大的問題 只要他們需要少時間適應 高普用了兩三年時間適應 即是適應英超再加上對球隊 高普用了一季多些 去適應英超和對球隊 即是說,只要是一個有能力的領隊 未教過英超並不是一個問題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要考慮 但可能不是一個問題 但第二件事更加更加重要的就是 無論是利物浦或萬成也好 他們是有做了很多預備的工作 去預備高普或者哥尼奧拉去他們的球會 萬成我說了幾次,不再說 利物浦也是一樣的 而且他們的球會裡的架構已經成立了 然後才找高普來的 而高普也很清晰地 知道利物浦的球會是怎樣運作 他們也真的跟著這樣做 所以才能夠得到現在高普 帶領著利物浦的成功 好了 所以這件事,第二件事 萬元的高層 麻煩你們放高枕頭想清楚 究竟你們 即我們 球會 那個架構 那個運作 究竟是怎樣的 OK 先想清楚 先搞定這件事 跟著 跟艾力尼 如果假設真的請他們 大家有個好好的溝通 確保艾力尼 清楚我們的運作是怎樣的 而我們也要貫徹去做 令到艾力尼可以充分發揮到她的長處 因為艾力尼發揮到她的長處 這樣才是有成功的機會 我現在也不跟你說 或請主席尼 OK 純粹 如果假設蘇斯一查真的要離開 無論你炒她也好 或者她自己走也好 再起一個新的領導的時候 麻煩你們 做足少少預備工作 可以嗎 不要求鬼祈請人回來 以想著那個人可以幫你搞定 又或者求鬼祈請個人回來 以想著做到最高仰 好嗎 OK 因為如果我們每次都是這樣 只會不停這五年的情況 不停地loop OK 當然 如果你要做得更好的 你未炒過領導的時候 應該要做定預備工作 對嗎 兩手準備 做這些事情 老實說 你問屈福特就知道 他們未必是對領導沒有信心 只不過 兩手準備 防範於未宜 對嗎 不過說真的 我講這些事情 我講以上的事情 其實都是廢話來的 為什麼呢 我們萬元的高層 怎麼會這麼有準備 如果是這麼有準備的話 這幾年就不會搞成這樣 所以都沒有辦法 但問題就是 我看到 在球會的架構 或者管理上 一個非常之嚴重的問題 一天不解決 我們一天 就會變成一間換領隊 他已有不成功的球會 很老實 OK 當然 蘇斯一查 在現在的情況下 我當然不會說他一定失敗 說真的 仍然有成功的機會 但 要憑多一點運氣 還有 還有 領隊本身有些獨特的事情 可以 頂得住 一個 不知自己想做什麼的管理層 OK 這是很重要的 這也是說真的 寶哲天奴是有優勢的 因為 寶哲天奴對著 Daniel Levy 我相信 他也不好過 因為 Daniel Levy 也是一個麻煩友 也是一個一言堂的人 未必有一個制度 OK 所以 寶哲天奴本身 是一個這樣的經驗 但是 我可以告訴大家 當時 我們曾經 阿菲sir也很想 哥迪奧拿來曼聯 如果以我們這樣的狀態 我可以很肯定告訴大家 哥迪奧拿就算來到曼聯 無論是哥迪奧拿 或者曼聯 成功的機會都是相當之小 就是因為 正正 你的管理架構 根本就亂了 令到 有部份的領隊 或者大部份的領隊 都不知你想怎樣 OK 這就是我們這幾年 很明顯地見到一個 最失敗的地方 就是這樣 所以 艾莉莉這件事 我覺得 就 不需要認真看待 OK 總之 聽了就算 而且我乘機借提發揮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好了 說回這場球 好嗎 今晚 0點55分 即12點55分 大約是半夜1點之前 這樣就 要看的了 這場球 如果你3點4起身 就剛打完 你又起身就真的不行了 所以千萬不要這樣做 其實今晚的球是1點的 這場球我們就作客 荷蘭的阿爾克馬爾 首先第一件事要跟大家說 就是大家真的要看看畫面 畫面上高 就看到一個球場 球場有一個看堂 看堂上高有個類似連縫的頂 整個就倒下來了 灰色的地方 大家中間看到灰色的地方 並不是球場的一部分 是球場的頂子倒下來了 好了 也因為這樣 我們今天作客 雖然阿爾克馬爾 都並不是在他們的主場上踢 因為他們的主場倒下了 所以他們借了另一個球場 我不知道他們有心無意 而他們借回來的球場 就是一個人造組場 對於我們的發揮 肯定是沒有那麼理想的 我看到一個報導 就是Daniel James說他不是太擔心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蘇世查的記者早上已經說了 其實這件事不是太理想的 我們先看看 我們今天去那裡踢的球場 叫做The Hague 這個球場叫做Coursera Coursera是贊助 總之去了另一個球場 就是怎樣 幾樣東西都不利 不過就叫做夏爾克馬爾 都不是主場作賽 可以這樣說 好了 看看我們一起說什麼 蘇世查第一件事 就給了一個更新 關於普巴 他說 普巴仍然要依他的腳跟 不會在一個人造組場的情況 被他踢 所以 據報導他是沒有跟大隊 這個我也認同 因為如果他真的腳跟還沒好 你就知道 人造組場始終 我不要說究竟人造組好一點 還是真組好一點 我不要談論這個問題 但起碼踢球朋友都知道 踢法上高 或者感覺上高 是有點不同的 既然他都在傷 如果還要去強勁踢 如果質傷再傷 就大件事 好 接著 蘇世查也說回 關於球場是怎樣 他就說 我是很驚奇 為何他們會選擇 在這個球場作賽 當我看到的時候 我在家 在挪威的時候 已經很適應人造組場 但是這個球場的質素 絕對不是一個很好的質素 的球場 OK 甚至乎 其實我都很久沒有見過 一個這麼差的人造組場 在挪威 我們是有 新一點 和安全一點的人造組場 始終 他就說 這是一個比較古老的人造組場 我想 我認識很少 關於球場的事情 不過我知道 其實人造組有幾個不同的時代 新的是好一點 舊的比較差 他就說這個比較舊 這是蘇世查說的 當然 第一擔心 就是這場球 搞不好 第二擔心 就是受傷 真的很害怕 如果我們的球員再有受傷 真是上龍太太 OK 好繼續 然後蘇世查就說 他就說 繼續說球場 他就說 看樣子的球場 就用了很多 他自己說 我膝頭哥 肯定不會喜歡踢這些球場 即是他膝頭哥受傷 但是他說這些年輕人 可能OK 他就說 我亦都很奇怪 為什麼 比利時的天氣 為什麼要用人造草呢 說真的 如果你住在比較北的地方 你用人造草 大家明白 但是為什麼 在這個地方都會用人造草呢 他就說 我真的很驚奇 也很大疑問 好 嗯 嘩 還在說人造草 他就說 當你踢人造草的時候 打法上有點不同 在挪威就比較少一點的冷截 所以挪威的球員 普遍來說 冷截不太厲害 所以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個這樣的球員 OK 這件事真有趣 是否也解釋了連特洛夫呢 連特洛夫也是北歐球員 OK 然後他就說對手 阿爾赫馬爾 他就說 我們現在很專心這場比賽 對於我們出線來說 這個非常重要 他們上一場 他們上一場 踢得不錯 但是一比二和了 怕跌實 還要被人趕出場的 對於我們來說 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一定要做好我們的工作 去贏這場 馬爾達就跟蘇仔仔一起出席 馬爾達也說一下 他就說 我們的對手 踢得不錯 也是贏錦錶 但是作為一個萬聯球員 真的永遠都很特別 如果我繼續留在萬聯的時間 能夠有人贏到一些錦錶 或者重要的錦錶的話 這也是值得等待的一件事 OK 馬爾達也說 我想領隊和球會也說過 我們需要重建 需要一些時間 我們這個球會萬聯 勝利是我們的常規 蘇仔仔在當球員的時候 他也是在做這件事 我在這裡 馬爾達也贏了幾個錦錶 所以贏錶對於萬聯 是重要的 我亦都相信我們可以做到 我們知道其他球隊踢得不錯 但是我希望我繼續留在這兩年 可以貢獻我自己 令到萬聯是可以繼續進步 OK 然後蘇仔仔便被問及 這星期很多球踢 星期一剛剛踢了 星期四今晚 星期日又踢了 他就說 我們都知道的 所以我們在操練方面 亦有相對的調教 令到操練沒有那麼辛苦 比較容易 最重要是得到球場的感覺 因為始終人造組場 我們比較少踢 希望也是這樣 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我們有整個比賽都會訓練 什麼意思呢 防守 進攻 入球 我們都會做相應的訓練 你看到球員在訓練的時候 就會看到一些質素 我們都希望 今天是一個令我們 感覺好的一晚 因為如果 你製造很多機會 入球的話 會有很多信心 你的信心會增加的 OK 我明白到 作為記者的你們 是負責批評 或者稱讚的 OK 但我們的工作 就是集中 在下一場球 和入球 這個入球 大家都知道 在足球的比賽上 最難做的 就是把球放在網上 OK 之後 應該說一些擔心的事情 我想是球隊的質素 柱子C dances 彩制 又說 大家都經常 不停提及 這些zel擔心 結果也說 我們是一個很好的球隊 但碎場幾場的比賽 Probiblina 我們 BOtcha 反擊很強的球隊 贏了1比0 即使為主場 或作客都好 最終在作客比賽 因為我們不能運用我們領先的優勢去令我們贏球 因為記者就問及,很多場作校都沒什麼贏過球 擔不擔心 另外,在說年輕球員 不停有說 足球始終是關於入球的 沒有人喜歡射失球 對於我們來說,爭取了那個機會 看到我們的球員,好的球員就像馬達 我們有一些好的球員,尤其是年輕球員 我希望他們繼續向前衝 找機會製造入球 做到入球,就是他們希望年輕球員可以做到的事 阿爾坎阿爾其實也是一隊很年輕的球隊 他們也踢得不錯 所以,我們也希望他們這麼年輕 我們的年輕球員也能做得好 剛才也說了一點受傷 普巴不會踢的 馬拉斯亞也還未好 馬拉斯亞,即馬仔 紐卡素那場也未必可以 阿爾坎阿爾已經訓練了,但這場球一定不行 然後,他就說現在我們集中在這裏 希望能得到一些成績 雙兵方面,根據蘇珍珊所說 沒有什麼進展 說一下我們帶隊有什麼人去了 肯定會包括James Garner和Angelo Gomez 這些年輕球員 就會去到作客 OK 首先,要感謝Manchester Evening News 他們也說了,他們看到我們出發 比利時的球員有什麼人 我儘管跟大家報導一下 包括有迪基亞,羅美露 Lee Grant,即是魯滿洲拆人 後防方面 大路仔 蓮特洛夫 麥加亞 Tranzebe 洛河 Brandon Williams 中場 密托米尼 馬迪 費特 James Gardner Andris Piera 馬達 涼格特 高美斯 Angelo Gomez Daniel James 前面有宗仔 馬仔 和 抱歉 宗仔,福仔 和 綠木 Mason Greenwood OK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 特別的驚喜 OK 尤其是 蘇斯一齊都說 可能會給多些機會 年輕人 大家留意 除了普巴之外 魯陽也沒有去 好像魯陽也有點受傷 說真的 這場比賽 我反而 唯一慘的地方 當然是打 人出草 這肯定不是一件好事 無論如何都會影響到發揮 我真的希望這場比賽 最重要是不要受傷 所以 既然我都這樣想 會不會鏡著鏡著踢呢 這場比賽是有可能的 所以沒辦法 OK 我估計的陣容 應該是羅秘魯 首郎 後防 應該一定會是W 中間 我懷疑會偷偷麥加亞 連大洛夫和倉恩斯比打正選 或者 連大洛夫和洛河打正選 OK 我估連大洛夫和洛河有機會打正選 OK 總結 左邊來說 真的有什麼人 左邊我們只有 Random Williams 右邊是Dalto 其實在後半場來說 非常少人 在後半場來說 就是這樣 除非洛河打左閘 可能是蔡司比打正選 但是你問我的話 我想怎樣都要留下麥加亞打 劉交途上 如果你給我的話 就留下麥加亞和蔡司比 OK 不知道蘇西亞怎麼想 中場 沒有普巴巴 踢423的機會打 所以應該是麥加亞 如果你問我 如果要休息 如果要休息麥加亞 你膽子就不如 帶著詹姆斯卡納 但不行 馬迪帶著詹姆斯卡納 可以看看效果又如何 不過不會的 說真的我講一下 很大機會是馬迪帶 Fresh 我估計 OK 前面 左頂 New James 照計 這樣擺法應該都會踢 馬達既然去得記者 都應該正選 右邊也是給花蓮尼娜 我估計 或者中仔 不知彮尼娜還是中仔 前面 尤其是蘇姆斯卡納說馬仔 劉加納那場都不能出 我看他的樣子 他會留福仔 打劉加納 所以 很大機會 Mason Greenlee 會正選 OK 這就是我估計的出場場合 大致上 這場球 你問我 戰果是怎樣 我真的沒什麼所謂 這場球的戰果 最重要是什麼 真的不要受傷 OK 為什麼這樣說 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說真的 還有四場球的 這個 這個 歐巴杯 老實說 如果主場三場都贏了的話 作客偷一兩場 基本上出線 沒什麼大問題 無緣無故又整場 人造草 始終都是五個人 我不知道現在是否三場 都是作客人造草 如果是真是麻煩 老實說 我都不會說 不過反過來說 三場作客是最近的這場 不用飛那麼遠 是否應該要取得一分半分呢 當然是這樣想 但是 你問我 唉 不懂得說 說真的 很矛盾 當然這場球 當然是想取得分 甚至乎贏了 但是客觀環境就是 這樣的環境 如果假設 我們就算贏了球 但是 再有球員受傷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搞 英超 我都不會說 我完全不懂怎麼搞 說真的 純粹 有一個擔心 當然 我這樣說 我亦相信 我們的球員 落得長踢 一定會盡力 這個 除了韋思恒 那場之外 我暫時都沒有擔心 是那場球打 覺得很不可以 其他場數 基本上 實力不夠也好 但是是落力的 這場球 我尤其是覺得 如果出那麼多年輕人 應該落力的方面 就沒問題了 不過希望 落力之餘 希望不要受傷 真的沒話可說 好了 說回我們節目的安排 因為其實阿仙奴那場球 我沒有出到即場討論 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我忘記了 OK 那半夜的球 我想都比較有留言的人少 所以我打算 今晚都是不出 即場討論的 我想將來也是這樣 如果半夜的球 暫時會這樣做 但是問題是 大家怎麼留言呢 當然啦 我第二天早上會做 拍打吧 大家在拍打吧 在那裏留言 好嗎 還有要跟大家說 不好意思 因為上一場球 對阿仙奴那場球 大家的留言都有 但是我沒有空 整理 所以不如就這樣 既然今晚的球 都踢了 所以就 踢了今晚的球 兩場球的留言 我一起去做一個整合 這個星期日才踢 或者星期六 如果有機會 或者星期五晚 如果有空 我真的這陣子 比較繁忙 所以沒有空 例如今晚的球 我會將他們集合在一起 大家的 留言 然後再和大家分享 OK 就是這樣 這陣子也是 比較繁忙 所以希望大家 不要介意 就是這樣 OK 多謝各位收聽收看 明天早上會有 拍打架的角度 OK 拜拜 拜拜